这个突出来部分就可以把它删掉 那这个图形就画完了 这里的话呢 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给各位看一下 首先的话 第一个这个地方 纵向是25 所以拉一下 特别注意极坐标 因为我之前是改过对不对 记得把它改回来 改成90度好了 如果你看到那个极坐标 那个这个虚线 绿色的虚线没出来的话 记得就是在这个极坐标上面 按一下右键 可以修改一下 看一下 OK 把它改回来 改回来之后呢 垂直 这边的话25 Enter 折过来是82.5 然后再来这个角度 那角度部分呢 当然你除了说 一般的 一般 之前的教学方式是 画一条线在旋转 那不过 如果说你希望用滑鼠来画 那我有教过啦 我是觉得极坐标很好用嘛 设定一下 然后多少呢 103 对那这样就可以画出来了 那你就不需要先画一条水平线再把它旋转103度嘛 对不对 所以 这样会比较快 按确定 103我怎么叫103 你会发现103他出现的 他103度的时候呢 他就会出现有一个什么呢 绿色的虚线 那你就沿着这条线怎么样的往上 那拉长一点没关系 因为我这条线不知道长度 所以等一下会需要修剪掉 把它点一下 可以按一个空白键把它结束掉 接下来呢 我要在这个地方画两个元 第一个元是从这边 画62 Enter 再来画第二个元 空白键 重复上个指令 再画 从这边中心点 81 Enter 那我刚刚讲过一定会有这个焦点 那这个焦点呢 我们先画线 线比较好处理 这个焦点拉水平过来 会碰到什么 这一条 比较长的凸出来这一条线呢 那把它顶下去 好 按空白键结束 那我们就知道怎么样 这一条线的长度 现在就知道 就是在这一条线相交的地方 所以上面部分可以把它去掉 那这两个元可以先把它 先选取之后按Delete之键 把它Delete之键 那上面这个部分可以把它修剪 空白键 那就把这个地方 Delete掉 那再来就处理这一个弧 弧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绘制里面的弧 然后我知道什么 起点 终点 跟角度 对不对 所以 起点 终点 角度 拉一下 几度呢 55 Enter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部分就完成 那其他相关的尺寸标注 我想各位也试试看 就是把这些如果可以标注的 你就先把它标注一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试试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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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